印尼救援人員在星期四繼續搜索地震失蹤者 這一場在蘇門達立島發生的里士6.2級地震使得最少30人喪生 據印尼官員說超過200人在星期二晚發生的地震當中受傷 雅齊省內數以百的房屋和建築物被毀 在巴勒麥利亞地區當地發生泥石流和建築物倒塌 造成最少12人死亡70人受傷 印尼處於太平洋火環也是太平洋當中的大陸板塊交匯地帶 因此頻繁發生火山和地震